卡掉 不录了 停 你说好不录了吗 咱们到此为止 就是你说卡就卡的 这位中途发飙要罢录的小伙 名叫小赵 他可谓是史上最牛求职者了 来节目求职 被老板质疑能力后 直接当场罢录 甩摊子 不干了 只能说年少轻狂有傲气啊 真的是一点用适都没有 卡掉 不录了 你们每天在这里做秀 你们累吗 可不敢胡说啊 要说这小赵为何会如此狂拽 就是因为人家有豪横的实力啊 他今年28岁 硕士毕业于博明汉城市大学的 物流供应链管理专业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归学霸 在北京联合大学读书期间 还和导师一起出过一本书 名为工业工程与系统仿真应用 后来也是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之中 当图蕾老师问起他的读研经历时 小赵就有些飘了 表示他去英国读书的时候 可不像现在这般容易 所以他的学历含金量 那是相当的高 大家现在去英国读书可能是很多 是属于商学案的 那么几个老师带着一百两百个学生 但是我们当时四个老师带六个学生 他的含金量我觉得要超出于一般的一个商学案的含金量 很优秀 业内还可以 这还真是丝毫不谦虚啊 不过这也能理解 因为他除了学历是金光闪闪之外 他的创业经历也是十分的丰富 在延二的时候为了研究毕业论文 还专门开了家网商公司来实现 回国后的他也没闲着 先是在业内排行前三的 美国管理咨询公司做物流 后来又在央企 从事了物流和电商板块的工作 今天来到这 则是想求一个产品总监的岗位 而且拍的是月薪三万 地点在北京的那种 最低薪酬不低于三万 你是指综合收入还是底薪 综合收入 综合收入底薪不低于多少 底薪不低于一万五 按理说一个海归硕士 要求月薪三万也没啥大毛病 但厂上的专家对此提出了质疑 称小赵以往的工作 都是与物流相关 现在却突然转行 要做产品总监 这一个啥也不懂的新手 凭啥敢要这么高的薪资呢 你怎么说服我们 你可以做产品总监 对此小赵解释说 他的创业可没有局限于物流一种 什么旅游 交通 餐饮 他通通都做过 其中还包括很多相关的产业 所以他的就业范围 其实非常的广 而且他英国的那个公司 可是打造了五大产业链 几个人啊 我大概到最后 是有将近几十个人的 一个创业团队 在博明汉地区 那你这个更加是 不符合管理的基本科学的 几十个人的公司 搞了五条产业链 对啊 很长 其实也就是说 你一个都没有做大 一听这话 咱小赵当即就来去了 表示这些老板啥也不懂 就知道张口就来 因为他开公司 又不是为了赚钱 只是为了论证他的毕业论文 所以这公司的规模才不大 受众群体 也只针对了当地的华人留学生 而他为何赶来应聘产品经理 是因为 他以前有做过公司的服装品牌 但还没等他细说呢 厂商的沈老板就坐不住了 直言 这小赵的求知态度 有问题 要带着一种仇恨 或者带着一种 我跟你辩驳 是一种敌对的一种状态 这样的状态 其实不利于 我们对你的进一步的认识 和对你形成好感度 厂商的其他老板 也举双手双脚赞同 因为在他们看来 小赵就是个没礼貌的人 一上台就对图里老师 特别的不尊重 总是用反问 去和一个长辈交谈 甚至还用一种 仇视的眼神 看各位老板 所以这种又傲娇又没情商的人 就算是有真材实学 他们也不想录用 从我这个角度看 他在看着你的时候 是基本上是怒视 对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我随时害怕他 突然打一拳 我非常担忧 真的 你要离他稍微远一点 不是 你的眼神一定要注意 你是这么斜着 不懈地看着他 而且带着仇恨 对 但是你内心 你可能是友好的 这很要命的 眼看厂商的老板 都在炮轰小赵 狐狸老师站出来 打圆场了 说狂也不是不行 关键是 要有狂的资本 那种要啥没啥 还一副拽到不行的人 别说各位老板了 连他都看不起 我一直以来 我欣赏有本事的人 不管他是什么态度 他有多狂 有多傲 只要他有真本事 我都佩服 如果没有真本事 没有狂的资本这么狂 那我会毫不留情地 把他打趴去 这话说的也是 相当有水平了 然后小赵为了证明自己 便开始讲述 他的创业过程了 他用PPT 给大家展示了 公司的客户分析数据 不过这个数据 并不是他自己研究得来的 而是从国内留学中介 和英国学联合作那里 要来的 所有的留学中圈子里 然后发现小广告 是这意思吧 我能这么理解 是吧 比较直接一点 话操理不操 可以说是 是这么理解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好家伙 感情闹半天 这哥们的创业含金量 并没有那么高呀 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 他这方法也不是不行 就是得不到 各位老板的欣赏罢了 一位刘老板更是直言 别整这些有的没的 直接说你那公司的用户数量 有多少吧 城市大概一千多个学生吧 这样 一千个 总共数量 总共的数据 才一千多个 因为他这个 是一个博明汉 华人的留学生 我只会focus这块的人 一个城市 只有一千个留学生吗 这是个可笑的点 一千个数据产量的话 如果称为数据库 那你整个盘子 有多少数据 他就是一个群是吧 就是一个群 说真的 一千的用户量 对一个公司来说 确实太狭窄了 难怪这些老板 都开始集体抨击小赵了 毕竟他很有 过度包装的嫌疑 但人家小赵说了 逢管用户数量有多少 反正他公司的受众群体 就是当地那些留学生 然后继续向大家 讲起了PPT 不过还没等他 把圈子的概念说完呢 一位周老板 就直接开口打断了他 我能表示一下抗议吗 就是说我们这真的不是一个科普 在座的12个人应该都懂什么叫圈子 什么叫管道 我们非常想知道 你利用圈子和管道到底做了哪些成绩 这话没毛病呀 要证明自己的话 还是得拿出干货来 毕竟理论谁都懂 这时候 一旁的专家提出了一个考核方式 让小赵用一分钟时间 来阐述公司的理念和成果 而且必须得用5W和2H的方法概括 但小赵可是磕磕绊绊地扒拉了半天 什么重点也没想到 甚至很多专业知识 连题都没提一下 你用了what 你讲了是什么 然后在哪 和who 对不对 你只用了三个其他的why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项目 然后when 你什么时间 你用了多长的时间段 然后how much how many 你投资了多少 包括人力 物力方方面面 是如何安排的 你没有交代 听完专家的点评 小赵才继续补充了他的答案 说公司 每天大概有个几百单的营业额 而物力的话 主要用了四五部车 也简单搭建了一个运输管理系统 看到这儿专家心里有数了 他称这小伙儿 其实还是有两下子的 就是表达能力太差了 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能力表达出来 然后因为徐老板也表示 小赵的路线走错了 一上来就应该好好讲讲自己编写的书 而不是扯一些杂七杂八的创业史 因为在老板眼里 他所谓的创业 完全就是小孩过家家 真的是一点用适都没有 我跟你讲 就是说怎么样把学术界的东西 和工业界的东西结合起来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所以我们要踏踏实实来做 OK 卡掉 不录了 就是你说卡就卡的吗 好家伙 原来这哥们的脾气这么火爆 那是一言不合就罢录呀 吓得各位老板直接开始了大眼邓小眼 估计图雷老师也没想到 今天的节目还真是他说卡就卡了 这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毕竟在以往的节目中 被轮番轰炸的求职者可多了去了 但像小赵这般直接正面刚的 绝对是第一人 不说别的 就他这勇气确实是可嘉 因为下台后的他也没直接走人 而是把一众老板怼了之后才作罢 这些栏目组合这些 请的这些老板们 你们每天在这里做秀你们累吗 今天我可以说云农业是怎么做的 我有我的想法云农业未来怎么做 包括你的果汁企业怎么做 我是有想法的 但是你们都没给任何机会 那么我怎么去解释 所以我觉得这项没法录下去了 怎么说呢 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可以说双方都脱不了关系 一个脾气太火爆 性格太桀骜不驯 一个太高高在上 喜欢打断别人讲话 所以这面试能顺利进行才怪 毕竟现在这社会是人人平等 谁也不比谁高一等 再说了 不管在哪尊重都是相互的 你都对别人不屑一顾了 还妄想别人来尊重你 这可能吗